在双溪渔航里 台二丙线往双溪网共寮的路上 可以看到一大片黄澄澄的波斯局正在盛开着 布索宁可能不知道 这片土地是公部门治理双溪河所产生的高滩地 原本地方希望政府能将这处高滩地加以美化 成为防汛公园 无奈却一拖再拖 到现在还是一片荒芜 而这些波斯局还是地方自发性的来种植 才有这样的美景 在双溪渔航里台二丙线 双溪网共寮的路上 可以看到一大片黄澄澄的波斯局正在盛开着 而这些波斯局是地方自发性的来种植 才有这样的美景 原本荒芜的地区有了新色彩 民情所看的这边的汇点 是专人是纯粹是由我们小弟到我们老板 亲手一直在製作的 它从刚刚这块地开始处理好 后来就从经地开始 到包括把那些酒店拖掉 然后买肥肌来贏 纯粹是他自己的幸福 里长说当初争取将这里绿美化 但是失作经费却一砍再砍 到最后更是不了了之 地方索性自掏腰包 买了种子施肥照料 一段时间下来 也让这处空间看起来格外强眼 一大片的波斯菊花田看起来美不生收 就是把那个黄律师层能够把黄波斯更加美化自己的环境 自己也是住在这里也能发展自己的家乡更为美好 参加的肥肠是买薄渣邦 奥运出约到西方那些年底去买 所以今天我们 现在看到的这些灰 sprinkle 全部同 reagent 不认真带好 pandemia 不是有开业事情 不算是功夫经费 未来地方也会继续的维护这里的环境 增加绿化面积 改善市容环境 不过地方也希望政府部门能够正视地方高摊地的整顿 不要做了之后围管都不理 借陈威双溪采访报道